凶宅是指非自然死亡的单位 以前没什么人敢住凶宅 但现在人们怕穷多过怕鬼 连公屋突快轮后那一条队都经常爆满 究竟有房子住是否几万都不怕呢 今集我们就去讲讲公屋凶宅有几万 今天我们邀请到整天去灵探的YouTuberAP 和原学法科师傅KK 讲到如果是公屋凶宅最多人知道的 一定是丽景邨的情杀案 这宗案当年八十年代发生时是轻动一事 KK师傅可能你也听过了 是在1984年5月8日发生的 当时有一个退役的警员 就是兇手 因为他跟女朋友感情分辨 他就上去他们的单位 当时因为大炒大闹 他又叫兇手的父母又报警 妈妈走出门口 跟兇手的父母说 其实兇手可能有精神病 会否看医生 这个成为了道火线 然后兇手突然拿了一把刀 挟持着妈妈 然后走到单位门口 然后要挟两姊妹开门 两姊妹开门后 兇手就第一时间 袭击了女朋友 即姐姐 然后再袭击妹妹 最终两姊妹死在单位里面 自此之后 这单位就传出了很多的灵异事件 例如说 常常都会听到乖声 而房屋处之后 是有把单位多次转租给不同的人 传闻中 但也没有一个是住得长 其实这么多这些猛鬼的传闻 AP你应该都听不少才去灵探 对吧 是 你听过什么传闻呢 其实我去之前 我是听过这个情杀案故事 我听过 那些人说 那单位 周不时 凌晨一时间 还会传出一些 女生声 唱歌声 电视机声 有人说 走廊会听到 走路声 好像高跟鞋走路 我就觉得 应该没那么夸张 我应该没那么害怕 我就照去看看 其实现在的单位 已经是因为经过了 这么多恐怖事件之后 其实房屋处 是把它封了 其实这个都是传闻 就说它改建了 做一个变压的电房 就是将上层和下层都封了 甚至是将同一层 它按法单位隔离 双轮的门 气窗等等的所有东西都封死了 其实去到的时间 手朗是很长很长 但是单位已经很明显 因为单位是一面八长 它的长度应该是两个单位打通了 很长的 然后我就在那个位置 私下敲一下那部场 其实是很实心的 其实你在单位外 有没有遇过什么事 我在单位外 突然间听到 有一把好像 好像是女人唱歌的声音 但是你不知道距离 你不知道远或近 你以为在前面 你走到前面 声音又好像在后面 你走到后面 声音又好像在前面 那把声音不是很实在 而且这首歌 是像八十年代或之前的歌 因为旋律其实大概是 那师傅你觉得这声音 其实是否真的 那两姐妹的灵体 去亢出来的 绝对有机会 对 绝对有机会 不过我想问一问 AP 那声音你会觉得 在外面传入你的耳 还是在这个脑海里 反射出来的耳 我觉得是外面传 外面传 这是最初步的接触 最初步 即是最初步接触到 那两姐妹的灵体 对 最初步 如果她说在里面出来 那便会比较深入 即是又在脑海里 好像感觉到 那个声音 是在我里面 听得到自己里面 就代表 灵体已经和你接触到 很深入 嗯 嗯 嗯 可能脚步声 其实呢 我们说灵体有时 她会重复她生前 每日经常做的动作 当然 最经常重复的就是 她最深刻的一刻 例如说自杀那一刻 被谋杀那一刻 那种惨痛的 的经历 所以很多时候 可能你甚至会听到 即是 你被人杀的时候 叫得很惨 很凄厉 凄厉 其实有机会听到 那些声音 我听完那首歌 那我走到 走廊的中间 师傅怕不怕 不要紧 是这样的 我通常都会来听一下 你们在说些什么 好的 好 好 我走到走廊中间 然后无端端传来一阵 我形容为厕所味 但是我在这里 差不多整个两个小时 我在想 为什么无端端有厕所味 就算你有些喉 在我那里 你扯上去 一定不止一下 然后越来越臭 但是我发现那阵臭味 是在 就是那个单位前面 然后 好了 我当我没事了 因为始终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是灵体 我下了楼下 然后我在电机房前面 那阵臭味 飘过来 我戴着口罩 我感觉到它是正面的 那阵臭味 涌入口罩 然后我心想 我跟我朋友说 因为我朋友都在 我说一定是 没得不是 但那种厕所的味道是一种 消毒药水的味 还是那种很臭 很酸酥的味 很臭的味 加水的味 师傅你觉得 他闻到那个 首先灵体是否真的有气味存在 绝对会 通常我们闻到的都是一些 腐臭味 丝臭味 不知道你有没有闻过丝臭 真正的尸体的臭味 有时有些 噎味 噎锤 即潮湿天气的噎锤 再进而 例如有些高灵点 发力点的 它甚至可以给到香味 香的 所以 AP 绝对有机会遇到 灵体再进一步 你之前听到声音 听到声音 再进一步让你感受到它存在 最深的话 在脑内感受 都是感受到气味 整个环境如果严重的话 曾经有些个案 是整个现场环境 当时发生 譬如说明案 整个景象会出现 就好像在播露影带 如果你真的遇上了 当AP上去的时候 遇到这些问题 其实是否代表它 已经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 都很危险的 如果你再主动 跟它沟通的话 比如说问它 你是谁啊 你想怎样啊 或者之类之类 那再进一步加深 就会有些危险 你现在只不过 当你是好奇 老过 适可而止 我看见二楼 是有风扇转 那些抽起线 然后有椅子 我在下面看到电机房门开了 我打开看看 我看到 下面的电机房是石墙 但是上面的单位的位置是红砖墙 就是房主其实是特意用红砖封住这家屋 我就在想 为什么一个电机房会没有出入口 那如何维修呢 还有为什么要特意用红砖封住这家电机房呢 如果它现在封住这家屋是用红砖头封住的 那你觉得这样的方法是封不封住的冤魂在里面呢 首先要看房主有没有做法事才封住 如果纯粹就这样封住那些砖头 是封不了的 那我们说如果在法科里面 我们要在里面做一些结界 风扇 那它才是真的困住在里面 AP也有说到 他亲身去看到 他是打通了两层做一个变压的电房 但是上面是雕胸的状态 那你觉得这个做法是否没有帮助到人 更大事 更加大事 为什么呢 我常常强调 灵体都是电波 当然人体都是电波 那你弄了一个电压房 变压房 那就是说很大的电流在里面 对吗 那你还要困住那个屋给他们 就是告诉他们 这里是你们的 那你还不天天吸能量 那能量就越来越强越来越高 那它变成了山寨王 那你很难再去处理它 对 他们跟一般的灵体的分别是什么呢 可能会不会他们可以做多一些 一般灵体做不到的东西 又或者是可以甚至 很容易跟人类去沟通 或者接触到我们真实的物件 绝对会 绝对会 因为能量 都是说所有东西都是说能量 那它已经是将自己提升到 比一般灵体高的能量 所以它比较容易 譬如移动一些物件 甚至是自己现出来 现一个形给你看 影响到你的思维 那些 绝对是可以的 甚至乎如果它走歪了 劳林歪了的话 如果我们接收过的个案来说 可能它最严重就是替身 因为我往死 我想人陪我 其实就不是替了它在地府的位置 其实主要是找人 找一些低等的灵 去做它的靈 你可以这样看 做它的妹仔 他们惨死了 但其实空手已经复发了 已经坐牢 但他们的冤重是在什么位置 令到他们不断地在这里 而不是投胎或消失 就是那种怨气 我为何要死 我为何要被你杀死 尤其是妹妹更加无辜 对不对 姐姐和你曾经情侣 又散了 这是因由 但妹妹是比较无辜 这就是怨气 人一样 人有些是小气一点 怨你三五天 算了 有些是再小气一点 可能怨你三五年 永远绝交 这就是那件事 令到她的怨气化解不了 你坐牢 并代表原谅你 并代表原谅你 她可能要她 甚至乎她的家人 甚至乎下一代 都再受一些 在她们心目中的情罚 因为最主要是 尤其是妹妹 是很无辜的 不关她的事 正常 还要两姐妹一起 同时死于非命 这个怨气是很大 其实我们是说 怨气有多大 影响她有多猛鬼 所以如果之后 当妈妈生还 如果妈妈继续住在单位 其实对妈妈自己本身也不好 当然在心理质素上 一定不好受 是吧 经常重复的景象 但如果暂于解决的立场 反而比别人好 比别人好 因为起码 她不会先害自己的家人 也有机会在自己的家 设置一个位置 例如神台 安奉她们 供奉她们 希望让她们听经 天天播经 希望可以度化她们 早日超脱 其实最重要是超脱 解冤色结 没有了冤何来结 但暂于人性化立场 怎能住得乐